大家好,我是Stan 女团AOA成员Sarion 无法反驳 是K-POP界共认拥有高颜值 魔鬼身材的女爱豆 但是在前几天 一位网友上传了 Sarion主演的韩剧 Sarion Jai Shopping Mono的海报后留言 Sarion怎么变成这个样了 迷运出来 就是典型的想要在论团带风向的黑粉贴文 而当时也出现了很多 跟风写下Sarion变样的留言 然后在今天 Sarion非常机智地对应了黑粉贴文 5月11号 Sarion在埃及现实动态 上传了那位黑粉贴文截图后留言 如果后期怎么变成了这样的话 请锁定今天晚上10点30分的 Sarion Jai Shopping Mono 还上传了微笑的表情 好喜欢Sarion 好有魅力可可 我最近有看到Sarion真人 真的是漂亮到 感觉这世界只有Sarion一个人一样 根本就不是跟我们一个种族 Sarion Jai Shopping Mono真的很有趣 Sarion很可爱很漂亮 不过再怎么能调整好心态的艺人 也希望他们不要看这些论坛 不过大家知道吗 演员是需要扮演很多个性角色的职业 所以如果像今天Sarion这样 被人说认不出来的话 这其实是在称赞 Sarion的角色变身 演技实力非常成功的意思 所以总结一下就是 立志成为黑粉 也是要有点脑袋的 这是不可能的吗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用新冠病毒报仇的邻居 在韩国卫山的一座公寓 戴着口罩的一位女性 用拿在手上的卫生纸 正在擦脚踏车的把手 然后发现到CCTV后 就慌忙的离开了 而屋主确认CCTV的录影后 就报了警 结果在脚踏车的把手上 检测出了新冠病毒 而被警方逮捕的这位女性是 住在楼下的居民 根据调查 这位女性在确诊后 将自己的分泌物 插在脚踏车的把手上了 当时玄关前面有两台脚踏车 但是只插在儿童脚踏车的把手上了 住在楼下的这位女性表示 是因为楼上的噪音问题 才犯下了这件事情 这位女性对记者表示 是自己做了错误的行为 但是家里孩子们都因为确诊 好不容易才睡着 而一直听到楼上哭哭的声音 一气之下才犯下了这件事情 目前警方以特殊伤害未遂 以及违反防疫法在调查此事 哇 太震惊了 一个母亲怎么能对别家孩子这样呢 就算楼上真的有噪音 也要针对没有看好孩子的父母吧 为什么要在孩子的脚踏车那样 想要让孩子确诊呢 这能理解吗 能做这种行为的加害者 会是有正常逻辑的人吗 我也因为楼上的噪音快要疯掉了 但是绝对不会想到做这种事 但是也有网友们表示 楼上噪音真的非常痛苦 严重的时候真的会有杀人冲动 楼上噪音更恐怖 楼上的人赶紧道歉吧 放走他吧 事无罪 楼上噪音这是楼上的人提供的原因 没拿到上去就要很感谢了 楼上噪音 新冠病毒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本人也知道长得像的一级旅金 韩索依 一级成员旅金跟韩索依 因为长得像在饭圈非常出名 而因为他们本人也知道两个人长得像 而受到了网友们的关注 首先是韩索依在一个网友提到 两个人长得很像的IG天文 点赞了 而旅金之前在直播的时候 也说过这样的话 哇 真的很像 很像姐妹 两个人很像 但是旅金更忠信一点 结论是两个人都好漂亮 在我们眼里都这么像的话 海外粉丝们眼里会有多像呢 可可 两个人都是我的取向 希望能以姐妹出演电影或者是电视剧 嗯 重播 搭桥 干瓶子 你怎么会购物啊 啊 我会购物啊 我会购物啊 我会购物吧 马上 那我快购物啊 有一种 海外粉丝们搜索的